震荡全球聚焦在美国高通膨之际 欧盟的通货膨胀率其实也一样叫人震惊 它还创下了1999年采用统一欧元货币以来的最高记录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 欧元区的通膨率已经连续6个月创下了历史先高 那3月份的通膨率更是直接从2月的5.9% 一下子急升到7.4% 4月份同比通膨率也再次上升达到了7.5% 从个别国家来看 作为欧洲火车头的德国和法国首当请冲 德国3月的通膨率升到了7.3% 是1990年东西德统一以来的最高值 而法国3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5% 创下了1985年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 更糟糕的是 法国今年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是零 零增长也就意味着法国的经济陷入了停止状态 那欧盟国家这一轮的通膨与物价暴涨是跟能源有关 而乌开战之后能源价格飙涨 尽管欧盟国家他们在方方面面严厉制裁俄罗斯 但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在这一段期间反而是增加了20% 因为购买能源而支付给俄罗斯的钱也多达440亿欧元 比去年统期增加了超过百分之百 由于欧盟国家用更贵的价钱去跟俄罗斯购买能源 能源成本增加就直接导致了能源价格同比上涨至少44% 竟然就促使食品价格飙升 形成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那根据法国回声报的报道指出 自2021年11月以来 欧元区通货膨胀率每个月都在打破纪录 欧战争更是加速了事态的演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展开的激烈经济制裁 加剧了自己国内的通膨 加上中国上海疫情严峻而落实风控等等的因素 预料未来几个月 欧元区的通膨率都将会持续保持高位 随着欧元区三月的通膨率再创历史先高 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欧洲的经济前景 而负责稳定欧元的欧洲中央银行 他的行长拉加德受访的筹就坦诚 未来几个月的欧洲经济前景相当不确定 但是欧洲不会像美国那样选择加息来缓解通膨 因为欧洲跟美国不一样 但他也形容欧盟超过7%的高通膨 是另外一头更加猙獰可怕的怪兽 欧盟三月通膨率从二月的5.5% 积升到7.5% 写下欧元问世以来的新高记录 就连欧洲中央银行长拉加德也不得不承认 欧元区成员国所面对的高通膨 是美国以外另一头更加猙獰可怕的经济怪兽 欧战争造成能源与粮食价格飙升 加上中国疫情严峻落实风控带动物价上涨 两大因素把欧盟原本已经处在严峻水平的通货膨胀 推向另一个高峰 这几天西方主流媒体都争相报道最新情况 并做出种种评论 导致欧元区通膨高企的主因之一 是俄罗斯逼欧洲国家以卢布来结算天然气 比利时布鲁塞尔制服专家指出 俄罗斯切断能源供应的行动 在政治上已经分裂了欧洲 保加利亚和波兰是首批被俄罗斯断气的国家 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层面 为了避免能源供应上继续受到俄罗斯的威胁 欧盟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全面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这条位于希腊和保加利亚边境全长180公里 耗资2.5亿美元的天然气管道将在6月投入运营 为极度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欧洲国家提供替代天然气来源 欧洲国家跟俄罗斯翻脸之后 俄罗斯利用能源反制裁 那由于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高度依赖 使到能源成了俄罗斯手上威力强大的武器 为免继续被俄罗斯给卡住脖子 欧洲已经表示要在能源需求上停止依赖俄罗斯 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有警告 如果欧盟国家全面禁止俄罗斯能源的进口 那是自损一千也无法伤抵八百的做法 他还提醒欧洲要谨慎对待这件事 因为这个举动很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而面对这场通膨解难 欧元区成员国又能否以自给自足的这个方式 自公自主的方式来度解飞升 目前还很难说 这一盘制裁和反制裁的能源大局 谁能够笑到最后呢 大家还是需要像看剧情曲折的电视剧那样 紧密追看下去才知道是怎样的大结局